這兩棟就是台中市的三百鏈 它下面的砍棒都給你寫一人同行兩人 台中公園啊 會有要解決什麼流音問題啊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是以前會在公園裡面拉客 但是後面呢 找在棋樓底下啦 或者是說找在大樓的電梯口 你只要看到這個時間點在這邊 就是站著一直拿著手機 不知道幹嘛的 假裝看時間假裝滑手機 嗯 大概都是知道他在這邊的用意是什麼 我會去你看左邊 就是會很多女生站在這邊 已經不是以前你們想像的那種都是阿嬤 那都是外籍眼前的 那現在外籍通常有什麼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你們大概能接我一下 看到嗎 完全看不出來怎麼找你們 對 其實裡面很多外籍 一堆 大家好 這裡是窮社集域 一個離不開錢的頻道 我是主持人Yuna 現在的時間點來到半夜的十二點四十三分 現在來到的是台中的火車站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劉大哥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升台中是長什麼樣子 那身為台中人的劉大哥 知不知道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在幹嘛呢 應該是說這邊 因為地價比較沒有台中 其他的區域來的那麼貴 那這裡面的房子也比較偏老舊 屋齡都比較高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用一些比較便宜的 青年旅宿啦 或者是說廉價飯店旅館的模式經營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說這附近有什麼話 大概就是 映招業者比較常會在附近 就是租那種月租的套房 來進行相關的牟利 這一棟 應該說這兩棟 就是 沒關係你自己決定你要不要 你自己決定你要不要那個 這兩棟就是台中市的三百店 算是秘籍區 這兩棟 對這兩棟 就工藝採券上面這棟 它下面砍棒都給你寫一人同行 兩人 對其實也沒有你想像中 這個一人同行是進去 那個在酒店術語叫做1 by 就是1 by 1的1 by 對所以有的時候你進去的時候 小姐會拒絕拍你 因為他會跟你講 不好意思我不做1 by的客人 因為1 by的客人危險性比較高 而且通常你會1 by去酒店的客人 會比較奇怪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因為你就想 你這個人怎麼會 可憐到禮拜五出門 沒有人可以陪你去 happy一下 你自己去 那要嘛就是你有很奇怪的癖好 不然就是 你這個人奇怪到沒有朋友 這時間點他們可能都在裡面 喔今天禮拜五你進去可能沒有包廂 來 今天走 小劉哥 今天走不是小白 小白沒有住嗎 他從來沒有住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有更好的包廂 他有更好的包廂 這位不是 不是全台中少爺心裡最高的地方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嗎 阿龍哥有在上面嗎 我不知道我在龍哥 好啦沒有我今天帶 帶自己妹妹去旁邊 好 晃一下 OK 剛好進座可以打招 好 OK 拜拜 你往前面一直走 你右邊看到這個地方就是台中公園 嗯 對然後大家會一直講說就是 台中公園啊 會有要解決什麼流音問題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說真的解決嗎 其實 不算是解決 他們就是 以前會在公園裡面拉客 但是後面呢 他們比較不會明目張的在公園裡面拉客 就是會稍微 找在旗樓底下啦 或者是說找在大樓的電梯口啦 不是我們現在找的這個地方 對他比較不會直接在公園裡面以前看到 那也是在年輕人的六八要不要 對 會這麼直接 好接下來前面這一區 就是 你會看到很多的男生站在那邊 我們就用鏡頭說話吧 你只要看到這個時間點在這邊 就是 站著一直拿著手機 不知道幹嘛的 假裝看時間假裝滑手機 嗯 大概都是知道他在這邊的用意是什麼 對因為你知道這個行業就是一整點來算的 嗯 對所以他不可能再跟你講說 你今天要上去是49分鐘 奇怪的時間 不會 在排隊 對我今天要約我就是約啊 6點 嗯 或是約 6點半 因為各個服務的時間不一樣嘛 有30分鐘 有60分鐘 有90分鐘 嗯 價格不一樣 我會去你看左邊就是 會很多女生站在那邊 已經不是以前你們想像的那種都是阿嬤 以前大家都覺得這邊都是阿嬤在哪 沒有現在那都是外籍眼前 那是外籍通常好嗎 泰國 泰國 越南 嗯 菲律賓 泰國一區 好我們走吧 好 好 好 我也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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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不一講 過程中 我們很非常非常大 前面 前面被動 右邊被動 還是前面被動 前面被動 前面被動 前過人要喝完酒 後完酒 後完酒 這邊有很多外景 一堆 你這邊有很多外景 你同一時間一天可能 你這邊在營業的 可能有30個 就是我們在往後面這條中華路上面 就是我們在往後面這條中華路上面 有很多外景 就是平價美食 那你真的以為就是做八大的人 就是都大魚大肉三針海嗎 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做八大人在身邊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的金錢流向是非常的緊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沒有辦法天天三針海味大魚大肉 所以後面這條 晚上又還有開的中華路就成為他們 晚上果腹的不二選擇 我原本以為就是可能做八大會 前來的比較快嘛盆滿鋪滿的 然後他們的 錢手頭比較緊是 賺的比較少嗎還是為什麼 應該是說 真的賺的多的是確實很多 可是因為他們不好守 守不下來就是因為我做這個行業 有時候可能會需要去跟人家攀比 或是我身上需要行頭 還是說我今天我要買C300 之類的 對所以我會有很多 需要著裝自裝的成本開銷 那再加上說 他其實也不一定像你說的 那麼光心亮麗賺了這麼多錢 不要聽 就是他們起手勢都是 我不偷不強 對那他們也有他們的壓力啊 他們辛苦的地方在 所以會變得說他們也需要輸壓 那他們的輸壓可能就 也需要一筆龐大的開銷 對就好比說你今天來酒店找小姐 那小姐何嘗應付完你之後 他不是累積了一身的疲勞 其實心理壓力也是很大嘛 每天這樣子面對酒客在這樣的環境 日夜顛倒喝酒 所以他也是會想要去 可能是南模店 因為你知道其實 南模最大的客人的來源都是同業 幾乎都是小姐 小姐下班了之後去找南模 尋求釋放壓力的地方 對這個時候就變成我是客人 真的跟劇演的一模一樣耶 那我們剛剛經過了台中公園 現在已經是凌晨的1點44分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中華路 中華路這邊其實還有很多的夜市小吃可以吃 看得到麻糬啊麻油雞湯 原來台中的攤販會賣烏魚子喔 我以為烏魚子就是要在你知道嗎 餐廳海鮮餐廳之類的 對其實蠻多人 而且很多人在逛這個夜市 然後過去那邊還有日式料理啊牛排 其實很多人都在走耶 因為我自己是生活在北部啊 所以我原本以為就是可能 可能不去夜店之類的夜生活會比較稀少 但其實台中這邊蠻多地方可以逛 那其實我剛剛 在另外一區台中公園的時候 還蠻緊張的 可以聽到我現在氣有點啼著 對因為我其實不太有接觸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來到這邊覺得有一種 很分隔兩個交接觸的感覺 那這集是我們新開的 窮社夜漫長系列 想帶各位朋友看看 深夜裡有哪些人醒著 顧著什麼樣的生活型態 那這次也很感謝 可以碰到台中的粉絲 帶我們去逛逛看深台中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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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見